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穆哈梅多夫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 将中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日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以陆军大笑表示 5日 美中云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舰警戒 一切动向近在掌握 6日 交通运输部表示 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 同比增长99.5% 春运从7日起到2月15日结束 一共40天 1月27日正月初六和2月6日正月十六前后将出现两个返程高峰 5日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实行第十版 该版诊疗方案包括 不再判定新冠疑似病例 增加新冠病毒抗原检测阳性作为诊断标准 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等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近日 国家药监局通过快速审评通道 批准部落分片等五个品种增产破能相关补充申请 其中 部落分产能每日可增加1400万片 商务部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 随着系列政策显效发力 预计2023年汽车消费市场有望总体保持增长石头 6日 中国民航局宣布优化调整防控政策 不再执行国际客运机组和机场高风险港位人员隔离管理 国际客运航班固定航空器等要求 取消客座率限制等管控措施 6日 北京市发布和解读北京实施以类仪管措施 其中包括核酸检测实行单人单管 取消混管检测 学校幼儿园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2月13日中小学如期正常开学等措施 6日 辽宁省政协员党组成员 副主席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李文喜受贿5.4亿余员 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近日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云南省政协员党组成员 副主席黄毅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9日发行中国空间站 建成金银纪念币一套 该套金银纪念币共两枚 其中金制纪念币一枚 银制纪念币一枚 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6日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林大离世 享年93岁 截至目前 南京清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 再使幸存者仅存48位 日前 我国科研人员在云南罗平县中三叠式海象地层 发现一种新的种类龙科爬行动物 代表了多指结形骑龙类最早出现的化石记录 将其命名为奇异罗平龙 日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布山西匠线恒水西周墓地2022号墓考古发掘资料 据考古人员推测 该墓应是西周时期一座国军级别墓葬 自8日零时起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港澳旅检大厅及港澳车道 将恢复为24小时通关 相关车道允许各类具资格的车辆通行 6日 首届中国冰湖联赛青海西宁多巴站开赛 赛事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双三个项目 当地时间6日 欧盟统计局公布去年12月欧元区通胀率 尽管有所回落 但仍达到9.2% 2022年7月至今 欧洲央行已连续四次大幅加息共250个基点 已遏制通胀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近期 社会上出现了仿冒民政部官方网站的虚假网站 民政部6日发布预警提示 民政部官网发布的通知 不会附加任何收集敏感信息的链接和弹窗 网友不要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 以免上当受骗 中央气象台预计 6日20时至7日20时 吉林中东部 辽宁东北部 新疆北部 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小岛中雪或雨加雪 其中 新疆北江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岛暴雪 四川南部 云南西北部 海南岛东北部 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党的二十大做出重大论断 新时代以来 经过不懈努力 党找到了自我革命 这一跳出自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 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显著增强 管党 治党 宽松软状况 得到根本扭转 风轻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不变色 不变味 专题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做出的战略部署 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把严的基调 严的措施 严的氛围 长期坚持下去 保持永远吹冲锋号的政治定力 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 打好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 持久战 专题片共分四集 分别为第二个答案 政治监督 铁规矩 硬杠杠 永远在路上 共选取十二个案例 采访纪检监察干部 有关审查调查对象 及涉案人员 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生动讲述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的故事 北边访 NASA NASA 会用电脑吗 I MOVE 会不会用这个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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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